纽约州长库默周三表示 这项初步调查结果 来自过去三天内 全州的113家医院 1269名新确诊患者 按地区划分 这些新增病患 集中在纽约市和长岛等下州地区 按组医划分 亚疫相对较少 只占5% 百人最多占38% 其次识飞疫占21% 西语疫17% 在住院率最高的纽约市 亚疫的比例仍然较低 占8% 最多的则是飞疫占25% 其次是白人占24% 库默表示 令人惊讶的是 大部分新增患者 都是在家中染疫 推翻了之前猜想的 必要行业员工 感染率会较高 在通勤方面 有84%的患者 待在家中 不使用通勤工具 其次是私家车 占9% 所有接受调查的患者中 46%的人处于失业 37%的人已经退休 仅17%的人有工作 库默表示 据这份初步调查显示 新增的患者 很大比例是 没有工作 很少通勤 多数居住在下州地区 只要为少数族裔 51岁以上的老年人居多 非基本行业员工 基本都是待在家中的 数据也令人质疑 库默的居家避疫效果 而库默则重申了 佩戴面罩 勤洗手消毒 保持社交距离的重要性 新塔人记者宇婷 任何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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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